那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 全部都是用到早期我們的白色花鋼石 所把它雕刻而成 是我們目前我們台灣保留最完整的 所以才被文件會 以我們那個文化資產保護法 才把它列為一級附近 從事一些社區產業還是怎麼樣 然後之前開始這邊很熱鬧 但是一段時間還有慢慢冷卻蛋化掉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那個後面那個動力也要加進 社區的清廉款像這一塊 的努力可能有點問題 我都已經吃完了 黃金蛋加上豆花 是第一次吃黃金蛋嗎 對第一次 有種蛋蛋的酒香 你剛吃完 小燕蝦 小燕蝦 小燕蝦不要怕 小燕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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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我們幾乎整宗都不整 必如過風 所以這裡代表說 假設如果發生火災或者是一些天災的話 那我們要逃生的時候會比較會方便 那我們會跟大家介紹我們的水質淨化流程 那還有嘉義縣各個水質的改善示範介紹 或者是核酸應變措施 像大家常常會看到新聞會介紹說 是不是有什麼油啊 不小心排到海上或者是河上 那我們要用什麼東西去處理 東西品牌非常的糟的話 那怎麼辦 我們是現在有法科管的齁 你可以去做生素的動作 那在生素之前呢 我們的環保署要做好一件事情 我們會去調查這些區域場所的空氣品質 並且把它做裂管的動作 所謂的不好的東西就是這些東西 揮發性有機物 不管是食棉、塵板、甲犬、栗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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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都是對我們呼吸大不好的齁 農民不要燒稻草 就是跟他講 我們稻草很多的公用 可以去做成一些再生利用 那這些範例就是我們嘉義縣的農民 利用稻草 我們這邊的社區利用稻草去做的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稻草的地墊啊 稻草拖鞋啊 稻草的那個茶籠啊 我好看 可以去吃吧 我可以去吃吧 我好看 但是你要加一個顏色 我超過的 我買一切禮物 我買了很多都不穿著 我小心 我不能吃啊 我請坐 我先吃 我聽聞他們 其实它是农村 就是为这些桌子椅子 替他们申冤 为什么 因为这些桌子椅子 是陪我们佐工很多岁月 如果说坏掉 来这边 那个有抱枕大人 会把它整理好 我们也是有抱枕大人 然后 整理的人